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说师父 我说师父 我们看楼下 我们这个酒店是在东京的千代田区 我不知道有没有东京来的朋友啊 东京千代田区这个地方挨着上智大学 不知道你瞧就不了解 早姓上智嘛 比较有名的 私立的大学 早到前 庆大 上智 这个挨着上智大学 这个上智大学啊 是罗马天主教廷的宗座大学 什么叫宗座大学啊 就是它是直接受梵蒂冈 罗马教庭教育部直接委派管辖的大学 这个在东亚就两所 一个是日本的上智大学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台北的福人大学啊 我正经是福人大学 我给你解释 我不是福人大学毕业啊 我不是福人大学毕业 福人大学是解放以后才签到台湾的 原职福人大学在哪 现在我们要旅游 北京您去后海就迎接 公王府 在本边上 那个建筑 在往西 那个大片王府 那也是过去的福人大学原职 福人大学也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宗座大学 谁创建的呢 应连知 就是应达的太爷爷 解放以后 福人大学搬走以后 那就是现在我原来中学的母校 诶 北京十三中 诶 你还有知了呢 不如 所以你说 我是正明 为什么 但怎么是叫于郡王府呢 福人大学这个地址原先是什么呀 叫韬贝的福 您要现在去那个福人大学 韬贝的福 韬贝的是谁呢 就是爱心觉罗宰韬 跟宰风啊 光绪啊 清哥们一宣 人家这边下来的 爱心觉罗宰韬 宰韬羊把养的好啊 这跟于老师能道理 建国以后 那是咱们国家骑兵方面的专家 韬把羊把养的好 宰韬 然后再往前 这个斧是谁的斧 倒到最前边 就是于郡王府 于郡王是谁 这是康熙皇的十五子 尹徐 这还特别不好说 尹徐 爱心觉罗 尹徐 雍正七位以后 并雍正这个印字 这更不好说了 爱心觉罗 允徐 正经的 于郡王 于郡王 正经的 但是他竖心 加一个竖心 那个鱼 我这个鱼 但是加一竖心 也是快乐吧 那一句话 咱得跟我师父 撇着学问啊 我这 知不知的 我在于郡王 我是于郡王府里出来的 对不对 我还不是于郡王吗 我师父说 你这个无耻的样子 我年轻的时候 我疯了 我师父说 你还美呢 我说你还美呢 他说 你这三点水不去爱好办 你这三点水去了这辈子 你就完了 我说这话怎么说呢 我师父说 你现在 事业上有什么困惑呗 我说有困惑 我说现在就是演出少了呗 我大林老录节目 我说我这挂不实验的就是 我师父说 对 他说你呀 像是说不好 就倒霉的你改这个鱼上吧 我说为什么呢 我师父说 鱼 孩子 你是捧根 你是斗根 我说我捧根 捧根你站哪边 我说我站在右边啊 对啊 俩人左边还有人 鱼字左有人念什么呀 我说还念鱼啊 我呸 我呸 鱼字左有人 这念偷啊 我跟谁说 这也念偷 我说 这也念偷啊 我说 我这好意思 万上高楼一脚灯空 偷 偷人啊 我哪跟您的鱼的去 放肆 我偷了 我说那是不是不对 我说这偷 我这说一下是光明正大 我怎么就偷了呢 我说我这不 我道歉 我没有啊 这怎么的呢 我是说不对 他说这个 偷在这就不是道歉 偷啊 正如不该是你的 诶 这有意思 我吃完会 会测字 就不该是你的 要命 而且你为什么 之前跟我儿子参加比赛 领战比赛 你是不是特别爱开车 女子有车里面输啊 你嘚嘚嗦嗦的开着车 老陆喜剧 人的不输才惯呢 这个我就很诧异了 那王老师那这 那以然这样的能改名字要不 改名字不行 疼在家母上了 这不能改了 那不行 我师父说你想好吗 我说想好 想好我师父 我给你出主意 你不鱼郡王啊 你这个鱼要高出向你快乐呀 你竖心在左边 你要想好啊 想治愈啊 你这心就得往下挪 你得坐下来啊 这心就得往下挪 再有一个 这余天什么都不好 但天一个好 天走之好 天走之是愉悦的一个 跨越的一个 所以以后参加活动 你走着来 我说领导这样 我说要是有外地演出 不想带着你直说 就是你要这样 换退别我没有意义 那我不能什么都走着去呀 那我到时候散场啊 就只能是这个 你不走还不行 我开车就是输啊 我说那师父这不行 这不现实 我不能到哪走着去呀 我师父说也对 不能走着去 那你还想好不想好 想好啊 想好出主意 我说这样 我给你看本书 我说拿了一本书来 我不知道是他带的呀 还是别人给他拿的 什么书啊 我不知道各位有看过的吗 对中国古文学 中国研究的 昭明文选 也叫文选 这个是 这个 萧桐写的啊 梁武力的长公子 昭明太子 他祖人编写的 这是咱们国家 最早的一个诗文总集 昭明文选 里边有很多汉父 楚思汉父嘛 咱们中国很有代表意义的文学 楚思汉父 我师父说你看这书 你找司马向儒的上林妇 司马向儒 大家都知道了 咱们国家 这个汉朝时期有名的大文学家 司马向儒 我说我就知道卓文君 我说我不知道别人 找上林妇 子徐父上林妇嘛 司马向儒写的 你找上林妇 上林妇里你找一句 这句话叫鱼绝梁 绝梁是哪俩字 绝 就是绝断的绝 乱点字一字 绝断的绝 梁 桥梁这个梁 鱼是哪个鱼 我这个鱼这边加一耳刀 鱼绝梁 鱼绝梁什么意思 这个鱼 也当鱼也讲 通走之那个鱼 就是说跨过桥梁 就用形容啊 鱼绝梁跨过桥梁 我师父说你要没车 你改这个鱼也可以 我说这个我也没耳刀啊 我师父说你把锅写着投了 孩子只有挂着锅 你才能起来 哎呀我说领导 你得员工画饼子这个 超越了天际啊 鱼绝梁啊 能不能绝梁吗 鱼绝梁 先说这个事 然后打这个事 完了以后 才开始聊这个书 这才开始聊这个书 通过师父的那个 讲述啊 聊天 包括他以前发生这些 这个 这个说书以后呢 我师父就开始给我讲 我这都是远景同见啊 我们这个在酒店 就坐在沙发上 我师父坐着跟我说 说他这书 就得按我之前说那个意思 就得从他们家祖上 郭子怡开始说 才真是 我师父是 郭子怡的后代 郭子怡的后代 郭子怡那就不用我说了 这个咱们国家历史上 著名的大军事家 最有名的工具 那就是平反暗示之段 平反暗示之段 你这两天 这个日本展这个 颜真青这个 啊 季智文稿 哎 那个就是 当时那个时期 安史知道 安禄山史自明造反 自己先打的就是河北 颜真青的 他这个兄弟叫颜稿青 跟他的这个儿子 颜济明 那时候是长山镇守使 就类似于县长 安禄山史自明打过来 宁死不屈 最后把这爷儿俩都杀了 最后是郭子怡带兵 包括李光碧 把这个河北全就收复以后 颜真青最后再来常山 把他侄子的这个尸骨 再刨出来 看着这个悲惨的场面 写的这个记者了 所以你看不读书法的人 你看着 这怎么全是错啊 这个 弧写 你看圈圈点点 墨有没让够 他那在一个悲愤的心情里边写的 为什么说是行书地下 天下行书地下 他这个东西 这个作品之前在有感情 你看他那个东西 在天网上你看那东西 有的地儿墨就没了 就他连战墨的感情都没了 那个墨写写都没了 缺了错了 那是一个很悲愤的状态下写的这个 所以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一个书法作品 送到日本展览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 台识说大家很愤怒的 我还相信我觉得台北有这个保护的能力 把这个东西保护盒就可以了 安禄山史次没有造反 颜真卿也是那个时代的人物 最后 郭子怡把这个 暗史之乱平叛以后 两次大破吐蕃 唐朝咱们从这个 唐权宗旅攻击以后啊 唐朝就进入衰市 咱们让这个吐蕃打得很惨 就这份少数民族 两破吐蕃 把这个少数民族赶走以后 郭子怡这个人最大的功绩是什么呢 在中国历史上啊 他最后是善史善终福寿双全 就中国历史上的功臣 没有老好下场的 你让我试试看 这个西汉三展 展英部展彭越展韩信 到最后什么 岳飞 元崇焕 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都尔滚 中国就是功臣 到最后没有好下场 但唯独郭子怡这样的 那是个人无自豪 善史善终 功高盖主 最后是千人不敌 穷奢极欲 到最后 老善终郭子怡 瘦活85 他57岁才启用 所以这个人57岁才入职场 85岁瘦终 你得说唐朝啊 那个年代人平均寿命有三四十就不错了 他活到85 那郭子怡的那一文去世就太多了 我们唱那个 绑子上店 啊 胡子得啪子得凯鲁一啪子 那就得我师父带着郭欺凌唱 那他们家组上的事你知道吗 而且我师父还就是郭爱那一阵的 他就得他们家唱 房子上面就包括郭子怡到最后跟余朝温啊 这些宦官发生矛盾啊 余朝温把他们家坟都给绝了啊 他最后不计前嫌啊 这些所有好都不能搜 郭子怡的传说故事态度 哎 就是驸马郭爱那一阵 郭子怡其实是陕西人 陕西人 陕西人 华县 陕西人 他的墓的里全 他为什么后来落在这个 我跟我师父这个家乡坟洋的位置呢 他是祖籍 他的家乡祖籍在坟洋 他的祖上在坟洋 最后封着这个坟洋王 他的这个郭子怡好几个儿子 郭爱到最后是在坟洋这个位置 好多的后代 是从这儿出去的 我们好多这个 我们俗知的一些姓郭的名人 都是从山西那个位置出去的 我说几个郭沫若 郭沫若祖籍也是很一样 郭兰英 昨天文联那个联合会 郭兰英九十 唱那个唱歌 郭兰英 郭沫若 包括我今天说 台湾的郭台铭也是 包括返凤的郭松林 这都是那些证出现的 我师父说的 我只听着我就记 然后这个说书啊 它就有一个问题 我还是讲我之前说的那边 人类的进步啊 各位 永远要抱着一个质疑的态度 人类的进步 永远抱着一个质疑的态度 我之前就说 我说书 不是说我在家听了 郭老师说什么 到这儿我给你讲一遍 那不是 永远抱着一个质疑的 他人类能进步 都是这个楼下 伽利略 伽利略 对对 这是永远 伽利略要不是怀疑了 亚里士多德这些看法 他也不会有后边 那么多科学上的成就 这都是抱着一个质疑的态度 这个好多 其实伽利略也没从他们写塔扔过球 你知道吗 这都是后来我们写的一句 质疑 我质疑什么呢 我师父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质疑 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的 一个理性的 一个思考者的一种态度 他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质疑 伽利略也质疑 马克思不质疑 也没有马克思 对不对 你说好多你伽利略这事也是 这下午还没唱完呢 这个 其实你看好多事特别有意思啊 你看你们 包括审判这个事啊 你们知道伽利略 哥白鸡究竟谁受的审判了 伽利略 哥白鸡究竟谁受的审判了 伽利略 哥白鸡是谁被烧死的 谁告诉你们哥白鸡是被烧死的 整体认知偏差 整体认知偏差 有很多问题是整体认知偏差 我一次就是 哥白鸡谁说被烧死的 伽利略怎么死的 伽利略被审判以后 是被烧死了吗 烧死的是布鲁诺 哥白鸡从来没有被烧死我 整体认知偏差 有很多这样的事 五十六个民族 有错吗 什么时候唱五十六个民族 五十六个星座 五十六个星座 五十六字画 你去看这歌 他就是情侣五十六个民族 人没有上来就要唱五十六个民族 大家都认为是五十六个民族 对不对 岳飞是民族英雄 有人说过岳飞是民族英雄吗 从没有人说过岳飞是民族英雄 还有很多呀 东亚病夫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没有人说过东亚病夫 有人说中国人是病夫 有东亚病夫就有西亚病夫 奥斯曼土耳其吗 没有人定义过这个词 整体认知偏差 这个叫曼德拉笑 整体认知偏差 就是我们自己大众会脑补一些故事跟情境 完成我们一些未知领域的知识 曼德拉死了以后 好多人对曼德拉的好多词会 一些整体认知偏差 好多人认为曼德拉早就死了 怎么突然就死了呢 不早就死了吗 而且还不是一个人 整体认知 还有曼德拉 曼德拉死了以后 好多人把那摩根弗里曼的照片 夸了就夸了 把那个什么 单字华盛顿的照片 这叫一族效应 我们因为进化的结果 我们只愿意分辨 跟我们同种族面貌的差异 我们分不清黑人跟白人之间有什么差异 所以范冰冰出过这 他们把关教统照片上看 我跟张子龙从来分不清 这我们也不是一族效应 我们不都是中国人吗 怎么说的 伽利略 楼下唱 对楼下唱 伽利略 怀疑 质疑的态度 你说你是郭子怡的后代 你又是郭子怡的后代吗 这个事得考证吧 对不对 他不见得是郭子怡的后代 我为什么是聊这个事呢 因为我这人学功夫就爱叫这个针 你知道吗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 这个人类分子学研究啊 鉴定草草直系亲属后代 这么一个片子 我觉得对我的感触很大 叔叔没有讲到分子生物学的 咱们聊一下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因为我牵扯到我后来 考察我师父是不是郭子怡后代 曹操 为什么会有人考察曹操的后代是谁 前两天有一个特别大的新闻 就是发明这个人类这个DNA双螺旋结构的这个沃森啊 这个科学家 因为他抛出了很多种族歧视的言论 被这个实验室出名了 所以他就是一个染色体的问题 人类这个染色体是个双螺旋结构 这是他发现的 我们这个细胞棍里边有一种遗传物质 脱氧核酷核酸 这是这种染色的双螺旋结构 它是一个 我们身体里有三十亿多儿碱基的一个结构 三十亿多儿碱基 那每一个碱基片段可能就决定我们一个属性 你说这人眼睛大 这人好得糖尿病 这个人有胃病 有各种肿瘤 每一个碱基片段 他可能决定一个能力 所以为什么你看上回那个 HIV那个基因那个编辑婴儿那个事 受那么大谴责就在这儿了 他为什么这个事受谴责呢 就是说他人为的 人为三十亿个碱基 这个碱基段啊 他人为从里边拿走了三十二 为什么呢 拿走这三十二可以影响到HIV那个病毒 不会识别人体的T细胞 所以他把这个拿走 但这个是缺德在哪儿的 就是人类的这个基因 我们这个编码的这些个 所有的这些原因没有完全被总结出来 你怎么知道你拿走这三十二不影响别的呀 这是一个大问题 你这三十二一拿走 这孩子出来要是有什么别的病 这个则谁来服呢 没人来服啊 所以他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一个试验 那说这个碱基这个问题啊 你看 他有 所以人类是个复杂体 这还是我刚才说 咱们认识世界 认识世界观这个问题 我们人类是有一个 我们有三十亿个碱基的这么一个复杂体 大脑里有一千两百多一个神经人 所以就说我们应该认识到 人是一个复杂的动物 认识到人是一个复杂的动物 咱们能认识到事件的复杂性 才能导致我们看很多事 不要轻易的下结论 扩除思维的意识 我最愿意出的一句话 就是胡适先生说的一句话 就是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认真做事 严肃做人 包括陈云切先生说的 独立者精神 自由者思想 这是应该做学问的人 应该保持一种精神 那么说到外染色体的这个问题 我们有第二个步骤 常染色体 有一对性染色体 一个X染色 一个Y染色体 这个外染色体 这个双螺旋结构 大概有六千万个碱基 可识别的大概在一千万个左右 那这个就可以给人类 做一个人类组员的一个分析 为什么呢 这个碱基对 它是相对应的 一个A对一个T 这个东西 每个四代人 它就会有一个基本的变异 但这个只在男性身上有 外染色体只在男性身上有 女性没有外染色体 它就会有一个变异 有一个变异 就会导致他的孩子 都会存在这个碱基墩上的变异 对不对 所以就是为什么人类是走出非洲的 人类为什么走出非洲 是因为在非洲某一个群体发现 他在外染色体上有这么一个变异 但是这个变异 非洲别人没有 但是这个变异 全世界别的人都有 那说明什么呢 那就是说这一部分人走出了非洲 所以才到了今天这个结果 所以通过这个简机变异 可以判断人类的组源 也可以判断你的祖先究竟是谁 曹操这个组源是怎么判定的呢 他找了三组人群 哪三组人群呢 第一组人群是自称自己是曹操的后代 就是我师父这类人 自称自己是曹操的后代 给他做一个基因分析 第二类人是所有姓曹的人 他取一个比例 比如说把所有姓曹人都算了 取一个姓曹的人 再取一个什么的样本呢 就是所有汉民族的一个本体 大部分的汉民族这些人 做一个判断 然后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在所有自称为曹操这个后代 这些人里边 他们占到很大一个比例的里边 他们在外展色底上 某一个地儿是有一个共同变异的 但是这个变异 在所有姓曹的人 所有汉族人里边 这个变异占的比例非常非常小 那就证明什么呢 这些自称为是曹操后代的人 他们这个变异来源于祖上的某一个人 而且这个时候呢 在安徽发现一个曹操家族的墓 曹操有一个书祖叫曹鼎 把他这个古DNA拿出来检验 还发现他这个里边也有这个变异 叫O2 M268 O2是咱们所有中国人的一个单位角 也有这个 那这就对了 那就是曹操书祖的外展色底 基本应该跟曹操应该是没问题的 他有跟自称为曹操后代的这些人的 大部分人里边有一个变异 这个人吻合 那说明这个基因变异 基本就是曹操的外展色底 那我觉得这个事就可以测试 我师父跟郭奇迪 对吧 他这就不能直说 因为这得抽血 你不知道吗 我师父我测试 你能把领导的外展色底 那我是不是得以为是亲子奸调 他就不能这样 但这就需要一个很庞大的数据库 就是你要在中国不同的地方 找自称是郭子怡后代的人 要测他们的这个外展色底 是不是有一个大体上占多数的一个外展色底上的一个碱基顿变异 那这就需要个数据吧 这数据从哪来呢 我因为这还特意找的复旦大学人类分子学研究室 我要我一个他们测试 自称是郭子怡后代的这些人的外展色底基因变异的一个数据 然后我把我这个需求跟他也说了 我说要不要我偷他们的 你们还想听吗 想 封锹了姐妹 你还听到封锹了 我怕我去把这大学不长大学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 知道为什么这个书有可能开完香酒封锹了吗 但是抱着一个质疑的态度 这是对 对人类发展的原动力 但是后来我跟他交流以后 我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自个想会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数据我有 但是施子宫大林的这个 我不能去抽血呀 这我是抽不出来的呀 那别的怎么办呢 你们一看就没有做对 毛囊的必须得 你们可能都做过清理店店的 毛囊啊 脂点啊 这都可以 但是毛囊 头发得带毛囊啊 这是这样一定的 因为那个基本都是角质嘛 头发是不行的 我师父那偷头发也没见过 我这个上午师父家做客呀 我就看郭芬阳在前面跑 我说这家里边有这条外感测底的只有四个人 郭芬阳的爷爷 我师父啊 郭芬阳还有郭芬阳 爷爷我是边长莫及了 我师父是下不去手 大林这个呢 见不着面 就剩过分啊 后来啊 我斗生了半天也没下去 因为我师父看的太多了 我要薅孩子头 我实际上能剁了 而且耗完了 它不见得有毛囊啊 这东西你也得多耗几 一根不行啊 我问过人家 耗一根不行 好几根的 我不错一页 我也不能让孩子脆我 一顿 你这给个饮料 然后拿着空品贵 请就别出这如意了 这都是偷偷 侧亲子监证人的杖 知道吗 我了解这行业 你知道吗 后来得亏 后来没测 没测 为什么没测呢 是人家把这个 很多自称郭子夷的这个样子 拿出来发现以后啊 没有找到一个 大量分布的一个变异 就是很平均 它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 单背群往后这个变异 跟整个汉民族的这个 大体的分布差不多 也就是说往上倒 这些人可能都不是一个先祖 但这 我就后来就想了 就是我自个儿琢磨 这可能不代表科学依据 就是说像曹操这些人啊 他是个奸臣 很少有人在历史上会冒充奸臣的后代 我要姓曹 我巴不得跟曹操摆开关系 我不可能 如果说我是曹操后代 基本肯定是真的 他不会主动去攀龙赋放 我能够 但是这种英雄人物 也就不好说了 对不对 这不好 我不是说我师父是曹操 这个东西他就不好说了 所以说 掌管这个基因这个数据库 他就没有参考性 那我如果真 我耗人孩子头发也没有参考性 对不对 因为都是一个平均分配 但实际上如果真测出来 这个事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大意义 我觉得家族嘛 甭管是因为这个事 我后来还到山西郭市 人家的研究会 我还去查过人家的资料 那肯定得测 我不知道我师父说哪句瞎话 因为我说完了 人家再去考察 人家都说我呀 家族这个事 我觉得也没必要细究 我觉得家族这个事 传承的是一个家风 是用精神 你真正现在 所能测出来这些东西 也不见得真正有科学道理 跟科学依据 好多问题也是有瑕疵的 所以这个问题最后就 没弄 那你说是就是吧 这就再往后来 我可没说是不是不是啊 只是过这个问题 那有段科学进一步研究 科学进一步研究 但是通过我 好来到这个山西啊 他们有这个郭氏啊 宗族啊 研究会啊 我们去查这些资料 基本上 我师父这一支还是比较可信 比较确定 为什么呢 我师父自己说呀 他们家是 洪志十一年 明朝洪志十一年 洪志皇帝啊 朱又称 洪志十一年 洪志十一年大概 洪志1488年级位 洪志十一年就是1499年 哎 我师父一家啊 跟好几个 从 飞扬 飞扬 出来以后 一直到天津 但是我当时听这以后 我也有疑惑 为什么呢 就是说咱们国家历史上啊 有几次这个人口大迁徙 啊 你这个 甭管是 你说这一关难度啊 包括这个这个什么 靖康之耻啊 有很多这个民族大县 你包括来走西口啊 闯关东啊 这都是 但是实际上 这些民族大县邪吧 明朝的时候啊 其实基本在明初 明初时候发生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朱元璋经过这个战乱 包括燕航扫北啊 朱棣啊 这些东西以后 北方的这个劳动力很缺乏 所以为什么好多中国的祖先 都是洪桐县大槐树出来的 不是说都在大槐树那边 是因为当时明朝做移民 从洪桐县大槐树那出发 那儿得办手续 从那儿往四地走 所以说先祖 都说洪桐县大槐树 从那儿走的 这是明初 基本就是 这个 朱棣啊 再往后的这些皇帝 到了洪志年间 基本就是 比较国态民安了 要不怎么有个洪志中兴啊 你看名字 洪志中兴啊 基本很少 没有历史上的这些个 很大规的民族迁徙 我也不太认为我师父当时的先祖是一个个体行为 就这哥几个花就出来了 而且是举家迁移 到天津 这个我觉得也会有问题 然后我就通过 报 山西这个郭氏研究会 他去考察考证 后来你看果不其然 我师父当时在天津的他们同族同宗的人 也到山西最后去考察过 考察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我师父家里的说法其实也不疑 我师父说是洪志十一年 家里人有说是洪志七年出来的 但实际上他们忽略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所看到这个时间 是家谱上写的时间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是修家谱的时间 修家谱的时间就不见得是家里边祖宗 谁也不可能一到这就修家谱 那还没人呢 对不对 所以经过到山西考察 实际上我师父家里这一支 应该是洪西年间 诸高赤 从分阳前到天津 为什么要签 这个是给朱棣调校 才签起 那好多这个人就不明白了 说这个姓朱的皇上没怎么 姓郭的该给扶桑调校啊 这个你到山西坟养你去考察 这个在原末呀 在坟养这个地方 这个郭家跟朱家啊 是有亲戚 这两家联姻 所以就是说 当这个永乐皇上租弟 如果去世以后 很多郭姓的人是因为 给他们的这个 不管是庆域啊 从中国人有关系的人 先祖调校 慢慢慢慢 来迁徙到天津 到天津什么地方 这个 很多观众可能就不知道了 您现在出门开车 走津津高速 到天津外环县 到南边 有一个地儿叫 黎原头 要拿百度搜 都有这个地方啊 天津南边 西青区 黎原头 当时我师父一家 举家 就迁到这个地方 迁到这个地方以后 繁衍 升西 你看如果要是 红西年间的话 那就应该是 五百多年 差不多五百多年 五百多年 繁衍了多少代呢 十七代 到我师父 比目十七代 十七代 传到我师父 我师父是1973年 1月18号生人 这书胆才出来啊 1973年1月18号生人 鬼丑年 阴历 腊月十五 明天是我师父阴历生人 阴历 腊月十五 其实不是阴历 农历 咱们这历法 现在也有问题啊 阴历跟农历不一样 就跟你看今天 明天是寡妇年 你们知道吗 肯定不关心这是 没有春 这个好多 你看 可能现在年轻的 观众不了解 咱们国家这个历法 很奇怪 咱们国家老说 阳历阴历 这都有问题 不过咱说什么 今天是1月19号 这不是阳历 这是公历 或者说西历 这是阳历 阳历是什么 阳历是太阳历 就是看着太阳 运转这一周 需要多长时间 咱们国家 真正指导 农历生产的 这二十四节气 纯粹全门 金五天 下载王宗 鼠江脸 这个是咱们国家的阳历 为什么你看夏至吗 包括冬至 它一天 时间最长 时间最短 这是阳历 什么是阴历啊 纯正的阴历啊 纯正阴历是伊斯兰历 我说在座有没有穆斯林朋友啊 可能没有 伊斯兰历 伊斯兰历是纯正的阴历 它是纯看月 所以你看 你要去青春饭 你看他们老挂阴那个东西啊 万物非主 唯有真主 穆哈 穆德兰拉的使者 夏至为天坊 后边写的是阴历 伊斯兰历是真正的阴历 阴历跟阳历差的什么地方 阴历啊 一年少好几天 所以你看伊斯兰历啊 他一年老盖好几天 他是凑到最后一块土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乌斯林要朝近 他有摘月 他每年盖这么几天 每年盖这么几天 盖几年就盖出一个月了 再盖好几年就盖出一年了 他为的是把他摘戒啊 就是这个进食啊 包括朝近的这个时间 分派分云到春夏秋冬四个节气 这儿他老能这么着轮 咱们国家也是阴历 你为什么咱八月十五 为什么八月十五看月亮呢 咱也是阴历 在咱们所说的阴历 就咱们所说的农历 咱们国家是阴阳历 咱们是阴阳历结合的 所以说 你看没春嘛 没春 今年春 今年历春是 大年三十那一天历春 所以正月里边没春 那边也没春 寡妇年 这就是迷信 迷信 说这个 那我师父是这个 纯农历 正月 腊月十五 腊月十五生人 你看我之前说你说过 我师父出生天有异象 他真是天有异象 我师父出生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 这就是我还不是听我师父讲的 这是听大林的爷爷说的 我师父出生的时候啊 就是我师父能不去怀我师父的时候啊 这个大林的爷爷做了一梦 梦着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下山 不是下山 两只老虎入宅 您要看解梦了 不管是周公解梦啊 还是各种咱们国家古代解梦的书啊 这个梦就虎不好 这个虎是一个 甭管是凶残啊 它是一种困难的象征 就是你梦见虎啊 它是可能你有阻碍 有阻拦 梦见两只老虎 虎入宅 大林的爷爷梦见虎入宅 但是后来再找人看啊 他这为什么又好了呢 他梦见这是非虎入宅 就两只会飞的老虎入宅 非虎入宅 大林的爷爷跟我形容的特别 咱这不是封建迷信啊 这有人说什么啊 这人家里就是这么回事 人家也没必要编这家话 非虎入宅 非虎入宅来了以后呢 大林的爷爷啊 梦里的意识还挺清晰 他就想关门啊 把这两个老虎给留的回来 结果这一关门啊 就跑了一只 就生一只 到后续的好多人在一起查呀 这个非虎入宅 如果是家里有妇人怀孕的话 这个还是主 生的孩子大贵 跑了一只这个 为什么就特别准确呢 是后来 我大林的爷爷在回忆 就是说生我师父之前 确实因为身体的原因啊 没有保住眼 两只老虎跑了一只 最后就是 有的我师父 啊 一月十八号成人 摩羯座 我师父典型摩羯座啊 我原来不是 我师父是典型摩羯座 就事业狂 他真事业狂 这个人没有任何爱好 没有任何爱好 你看他好多 所谓他那些爱好 不见都是长期爱好 他也曾试图过啊 什么喜欢 什么文案预期 那都不是 他的爱好就是唱戏 说书 说下 唯独的爱好 还都跟这些有关系 收集个蟒啊 戏服啊 我那天上我师父家 帮我师父整理戏服 他现在又该买别墅 装戏服了 那一大层全是衣服 好家伙 我感觉这衣服 就是一礼拜 穿一件换着穿 穿了好几十年 都没有 好家伙 好忙 穿这戏 我师父这叫 出生 出生都挺好 都挺好 等在我师父 再长大了以后 再回忆老家 好多发生的事 不迷信啊 虽然说不迷信 但是家里边好多 就是黎原头 我师父现在 天津这个地方 家里好多发生的事 其实现在想起来 反而是好多 说不清楚的一件事 我举一个例子 头两年 我师父有一回 在家里待着 家里边来了一人 老家的亲戚 坐着跟我师父说一事 说咱们这个 就是这个 家里边啊 前往前出点事 但是完了以后呢 我们当时没跟你说 你忙 但是完了以后呢 我们觉得还是应该说一声 把这事就跟我师父说了 我师父听完以后 我师父就乐了 我说你说这事 跟我们家里这事 可能有关系 那人就说 您家里出的什么事啊 我师父说呀 我媳妇怀孕了 他就到这了 哎呦 太大 十点了 十点 这载着没车了 谢谢各位 谢谢 长得好看 嗯 你说那太远了 嗯 近一点了 你像什么这个 呃 这个什么 这EXO知道吗 你老说这我不知道 你就别瞎说了 什么养酒啊这是 你就别瞎说了 EXO EXO啊 TF Voice 这我吃的好 这个特别好 差点说作话那些啊 这都是花美男 对这都是我爸爸这都是 太客气了 嗯 我爸爸idän国 twent� verk 这个不尽 没事 我偷啦 这本事 或者我学你 我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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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偷 такое 我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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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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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